懂说话才懂得做人的滋味 黄植中年轻时读金庸小 说 在序言里 金庸开头的第一行就只有两句话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 小说的内容是人 是的 武侠小说里那千姿百态的刀光剑影 其实不过是一层外衣 作者真正感兴趣 真正在传达的永远都是人 只有人才能够吸引人 说话知道也是如此 话是说给人听的 好好说话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也许有些人听了我们的音频课 读了我们的书 会有一种误解 以为所谓的学说话 就是在掌握一门技巧 好让自己可以按部就班 透过某个工具化的步骤 像操纵机器一样去操纵言语 进而去操纵人 不是这样的 在编写好好说话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想展示的 其实是一种兴趣 一种对于人本身的兴趣 为什么人想要说话 因为你想接触人 想认识人 想关心人 想改变人 这是说话的本质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 巴西小说家保罗科埃略 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原罪不在于 夏娃吃了禁果 而在于他如果不跟亚当 分享这项发现 他就会孤独 人为了变得更加亲密 而非疏远 所以才会学习道谢 学习道歉 甚至学习道别 人为了消弭情感纠纷 化解利益冲突 所以才会学习沟通 学习谈判 学习说服 人为了表达爱 发自内心的爱 所以才会想要试着 袒露分享告白 一切说话的记忆 枝繁叶茂 鲜花硕果 都是从一粒种子 从对人本身的兴趣蒙发开 来 一个对说话感兴趣的人 他必然也必须是一个 对人感兴趣的人 因为说话 真正的奥妙与乐趣 都是依附在人身上的 你见到人们 透过你的勾 通 而变得释怀欣慰 体谅 变得松开拳头 或是寻求拥抱 变得恍然大悟 或是有了共鸣 台湾有部电影里头 演到一位名厨 大家说 他的料理 能让人感到做人的滋味 能让人体验到生而为人 那种酸甜苦辣的幸福 在沟通中 那种种令人难忘的奇妙感受 我认为正是所谓做人的滋味 而所谓懂说话的人 就是能深深地品味 做人的滋味 也能把这种奇妙的体验 分享给其他人 让人感谢言语的存在 好好说话 其实就是好好做人 好好体会人的喜怒哀乐 曾跟秋晨聊天 他说他这个人很相信严灵 也就是一个人说的话 能不能影响别人 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是 那句话一旦说出又之后 肯定会先影响到他自己 同样一件事 你用什么方式去说 就决定了 你能用什么方式去想 就像第一次吃臭豆腐 有的人会说 嗯 这东西好难 吃 但有的人却会说 嗯 这东西我还吃不出它哪里好 不一样的说法 就是在用不一样的方式 在说话者的内心 画了一个圈 有人说 语言既是我们的疆界 也是我们的居所 更是我们的牢笼 一个人的话语中 往往埋藏着他的思考与企图 情绪与欲望 包含着他对外界的猜测与理解 期待与恐惧 一个人的可能性 都在他开诱之后的话语里 所以要好好说话 那不只是为了别人 也是为了自己 挖字对人的兴趣 对人的关怀 这是我们策划好好说话的宗旨 是我们制作蔡康勇的 201堂情商课 马东的职场B计划 等于系列音频课的宗旨 当然也是本书的宗旨 如果你也有这层关怀 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你读完这本书后 也能有同样的关怀 致命远 一旦 像三克 你